因為像這個年輕人說要恨你一個地方 沒有啊 你說什麼 年輕人看到我害怕嗎 我覺得 你要搞我什麼 我什麼都沒講啊 我覺得他很好 因為他也說了 他身為一個母親 為了他的家人 他會願意勇敢 他讓他自己的害怕降到最低 但他有來問我們的問題 他說 他說狼姐 笨跟蠢有什麼差別 我還給他這個解釋 找到網路的解釋 自己的解釋 然後他就問我說 那所以我是蠢蛋 我一直都把他當妹妹啊 對啊 我就是一個 長得就是一副姐姐的樣子啊 應該是說 狼姐比較仗義直言 我沒有什麼仗義啊 我是有話 他說有正義感 有證據說證據的人 像我們之前 我在韓國燙商的時候 他也是第一時間 就來安慰 鼓勵 平常 不要說沒有聯絡啦 就是說 彼此都知道是革命情感的朋友 那個問候 我覺得 特別的溫馨 你很有義氣 但是這一次你 這次幫嘉謙 算是有幫他講話了 但是也讓你 捲入了風波 我沒有幫他講話啊 我一直 你們回去查新聞 我一直就是說 我雖然什麼事情都知道 但我不會講 那 問題是 你知道我知道什麼 那你就要誤解我也沒有辦法 那因為 你們就很愛問我啊 我就只能 我就只能 照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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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我不能違背法官 特別交代的就是說 當事人都不能講 我們旁邊人要講什麼 其實我沒有說什麼啊 我真的沒有說什麼 那你寫的那個什麼肢體跟言語方面的 就你們媒體都有看到照片啊 我還要講什麼 我人在現場啊 就照片啊 那些我都看到啦 所以我要講什麼 就看到啦 驗商單記者也看到 只是因為他要被呈堂證供 不能夠被拋出來嘛 只是說大家都看到了嘛 就這樣嘛 夏克力跟你以前認識的狀況 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剛開始認識他跟現在 應該說我們以前是工作夥伴 當然他在主持節目的時候也很認真 尤其是 就是一個外國人要講客家話 這麼困難 那再來的話 私底下 私底下事情我們不會太過問啊 提到對方的配偶都是蠻好的 就像我們寫劇本一樣嘛 那有一些劇本寫出來 可能還會有人說 怎麼可能有這種狀況 你太難了嗎 可是可能人生當中發生的事情 也有很多是我們意想不到的 所以黃家謙的部分 對你來說也是那一句 太難了嗎 不會這樣講 我沒有在講說這件事情 我只是在做對比 我覺得因為進入司法程序 我就真的不要再講 而且我真的 我有點怕你們了 你們每次都斷章取義 你們要記住 家人還小 這些東西他是看得到 所以不要傷害他 還是黑色的畫面 在吃多境 兒子 還是老是 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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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是